出席观光议者参会 后遗说的万人簇拥 要创造两岸和平好时机 蓝白合作也不缺席 今天进入政党的学商 就成为我跟主席 都有一个态度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最友善的方式 大家好好地去学商 我们在总统这一局 以及政党人体这一局 蓝白合作这一局 我们都不会缺席 说好不缺席蓝白会谈 但一早的诸科会 首次协商却没到 两岛主席就联合政府 立委其次先谈判 但诸科侯要三方会谈 才会有实质意义 我想今天也不能说 在当事人缺席的状态下 我们自己搞定 我想这个也不恰当 对啊我在重申一遍 对我来讲是这样的 只要是一个公平的公开 就是然后双方都可以 接受的比赛方式 那当然我们就 既然要合作 我们还是尊重对方的意见 包括朱立伦 包括科主席 包括侯友宜 我们在内 我们尽快地坐下来 来就这个总统大选的 第一个从组合到 共同的目标 我们尽快地来定案 台湾对于所谓的政党合作 或者是政党联盟 真的是欠缺经验 蓝白会合 但细节怎么合 战斗兰召集人赵兆康 喊出这场蓝白会谈 顺序颠倒 逐客应该要先谈 总统人选 就说10月20 我觉得太晚了啦 要登记的人怎么谈啊 而且每个党 他自己的手续要完成了 不能晚过11月10号了 11月5号前能谈成最好了 我觉得基层 其实都已经看得不耐烦了 我觉得有点歹气脱捧了 现在哪有什么蓝白政府的 总统都没决定 哪有什么蓝白政府 最终目标是要政党轮替 但基层实在等不下去 公平公正机制谈联姻 新人都还没确定 就怕倒果为因 谢谢郭向远 家喻泰北澳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issy発人的顏 wi-fi 7 绝来 8 by bwd6